台股持續的跟美股連動 那大家知道美光又在漲了 當然記憶體的報價 今年本來就不看淡 股客大夫一路維護著記憶體 讓他們慢慢的漲上來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美股的VRT散熱大廠 最近股價回測季限 所以造成台灣的散熱股 好像也漲不上去 但是不是說前景很看好嗎 會不會壓低是買點呢 要來請教股客大夫囉 好 美光創高 但是我覺得美光創高不稀奇 美光創高我們的記憶體 很兩極化才是稀奇的 昨天美股是美光跟broker創高 但是這VRT呢 從高檔也跌下來快要兩成了 那今年也漲非常多 今年漲了93% 可是呢 讓這個最近期的散熱族群 表現就不太好 那其實從上個月開始 就有這樣子往下修正的一個壓力 那反過來說呢 美光是創歷史新高 那昨天又 這個今年來已經漲了73%了 所以呢此消比漲看起來呢 好像這往AI的這個資金開始從散熱 往記憶體 往網通去走 那包括美銀分析師也說呢 美光的這個目標價在上調到 這個170塊美元 那加上它有這個處理器啊 還有記憶體的這個事業都受惠啊 那主要就是因為在新推出的這個AIPC呢 它的當然升級了 記憶體也要去做一個加容量 我以前修電腦 這最明顯的 又回到修電腦這個主題 最明顯電腦會變快就是加記憶體 是 然後記憶體從這個4G變8G 馬上速度就是很明顯的提升 而且花的這個金額CP值是最高的 好 但是我們上一段節目 維泰有說 他最近去買新電腦要加記憶體 發現好貴喔 對 那以前的電腦跟現在的這個記憶體 當然價格會有差異 但是你修電腦成本也拉高了 對 但是這個修時間拉長的話 其實都有好處了 對 那看到這個 它新的這個Copilot加AIPC 很多功能 譬如說這個小畫家 這只要打上一些 這個文字敘述之話 它就可以幫你去生成 這樣子的圖片 那個小畫家可以畫這樣 真的蠻厲害的 我用Photoshop都畫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現在的AIPC很厲害 我發現你跟幸福哥都很在意 跟他講他就會畫圖 我覺得你們私底下 要人家畫的圖 應該就是很不一樣 沒有 因為這個美工不太好 我們就是學理工的 就是對著電腦 辣妹啦什麼的 不是 就沒什麼 沒什麼這個美術的這個觀點 素養 所以就是這個AI 可以幫我們達到很多這種 意想不到的 這種天馬行空的畫畫 那還有這樣就是 可以做這種回顧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 我們過去使用到的一些資料 它可以按照時間軸去做 這樣子一個搜尋 我只要跟電腦講說 我什麼時間 或者是我之前曾經 輸入過什麼樣子一個文字 它就可以幫我去找出 這樣子一個線索 那也可以給出一些建議 那甚至有這樣子一個 即時翻譯 或者是可以把這種 四種語言 去做這樣子一個音訊的 這個翻成英文 所以新一代的這個AIPC 非常厲害的 但是因為這個 但是因為首一波的這個AIPC 它的這個回顧功能 有一些安全性的疑慮 所以第一批的這個微軟的PC 可能還沒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一些這種密碼 或者是一些 這些隱私的這個資料 它都是存在電腦資料庫裡面 但如果一旦被破解的話 可能沒有這樣加密功能 是不行的 所以可能還要再等等 這樣子一個回顧功能 好 怕你不想想起來一些事情 對 或者是不想 也是為你好 對 好 好 那這個 也不要被人家看到比較好 那雙紅可以看到 今天的這個散熱部分 表現就比較弱勢一些些 好 那雙紅的話 其實這個月 它的月可以已經形成一個中黑K 怎麼那麼大一個黑K 畫在那邊 它這個月開盤在這個地方 是 那現在抵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月 月K看起來已經是一個中黑K 那我們操作股票 盡量不要去搶這種 已經中黑K的股票 要預防它這個月 是相對比較弱勢的 那因為其實受到整個 這個AI資金 開始有些散出去 散到瓶蓋股 散到IC設計 其他記憶體 這些等等的 所以建議 六到七月份 比較建議做一個區間 去做一個操作 大概這個黑棒的一半之上 就建議去做一個賣出 那月K的下面 要接的話再去做個低接 那因為大戶的持股 還沒有做一個指紋 還在向下 而且這一波是架跌量增 反彈量縮 所以其實短線上 形態上對於多方是比較不利的 那在第四季的話呢 公司認為是有機會是營運的高峰 那加上整體的這個水冷營收比重 還會持續的擴大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能等到第三季 季中之後 季底再去做一個琢磨會比較好 是 好 所以大戶也在繞跑中 所以量增搞不好是散戶進場接 對 這個圖上面有顯示出來 那通常這個跟散戶是反向的 就大戶在出廠 那散戶反而在進場 因為之前沒有買到 現在想說便宜下來要接 那這個通常要注意一下 籌碼是不是比較正向 那這個同樣看到 建設的部分就比較好一些 是 建設呢 他在三月份的時候 經歷過一波下跌之後 那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整理平台之後 再次突破 那現在呢 只是回到這個小的區間的下緣 底部的這個位置 那應該可以看到 會有比較明確的支撐 那其實這個位階呢 就好像雙紅剛跌下來的這個位置 雙紅是剛破月線 然後呢 剛往下要去尋求第一個支撐 所以同樣的 建設的這個案例呢 如果可以打底 大概兩三個月不破低的話 那雙紅的部分就會相對 同樣的這種慣性會比較穩 所以現在的這個建設 有機會成為以後的雙紅 那雙紅要注意到 它的價格可以持續 進入一個整理階段 開始進入一個平台整理的話呢 才會比較穩 不過建設的均熱片是非常有競爭力 也有大客戶的支持 對 所以它的這個均熱片的 這個比重呢 已經佔了五成的 這個營收 那包括未來的 新的這個PC平台 還有像這個伺服器端呢 應該都有機會貢獻營收 那它大戶也是指紋了 大戶沒有在賣了 所以這邊也是剛賣下來 有沒有發現跟這個雙紅很像 剛賣下來這個地方不要去低接 不要去碰 對 等它開始進入一個整理之後呢 大戶也沒有在賣 那包括其實前面的投信賣壓呢 這邊也告一段落 這邊沒有在賣了 那就有機會做一個質問 那在記憶體部分 可以看到微軟的這個AIPC 就定義說要 記憶體起碼就要16G 不要不要什麼8G 4G 起碼就要16G才夠用 而且呢 要256G的這個儲存空間 不管是C槽 D槽 E槽都要夠用 你的歷史真的好精彩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算力要求40tops以上 那才有這樣的最先進的邊緣運算 可以去做使用 而且呢 電池也要夠續航力 要全天候的這個續航 因為AI一直在運算 那我們看到呢 整個DM大廠呢 預估的投片量 上面這三個呢 是美光 海力士 三星 下面這兩個是 好 南亞科跟華邦電 這幾乎快看不到 怎麼那麼偽弱啊 這表示就是說呢 全球的記憶體市場 就看這三家的臉色 只要這三家 他把產能呢 移到HBM去的時候呢 那原本的DDR3 DDR4 那開始供給就減少了 所以現在連HBM呢 2025年的訂單 都要預定一空了 那甚至都要排到2026年 所以已經排擠 非常多的Dram的這個產能了 所以這個就等於是 有這樣子一個 魚翁得利的效應 那我們看到DDR4呢 最近一年的走勢 雖然這個月 稍微的有一些往下降 但是呢 整過去十二個月 來說是在持續往上做 升升高的 那進入到下半年呢 我認為在DDR4 跟DDR3的部分 價格應該還會 再往上做個提升 是 續跌的這個十全 昨天跌停了 那今天呢 再吃了7%的這個跌幅 那我們看到十全呢 從本來的大概80塊 這一直就直接漲了100塊上來 但這幾天就公司開始有高層 賣股的壓力 董事長賣股票 董娘賣股票 大家都一起賣 那可以看到呢 十全之前有一個 十全3 CB 他的轉換價81塊 那在上個禮拜之前 還沒有執行轉換 轉換比例是零 還沒有被轉換 可是這個禮拜不知道 因為他是一週公布一次的 哦 長那麼多 搞不好有一些 對 週五之後才知道 到底CB有沒有被轉換 但是目前他的卷資比 仍然是高 卷資比來到73% 那他過去來說 除息差不多在9月份的時間點 這麼晚 對 他往年的歷史 差不多9月 所以如果卷資比呢 掉下來之後 仍然是維持偏高的話 那可以注意一下 除息之前 會不會有再往上軋的這個力道 但是呢 已經在昨天的跌停板之上 已經形成壓力了 昨天的跌停 以上這邊是套牢的 因為呢 更前一天啊 我們先不要看後面好了 收盤價這個地方 還在180塊以上 隔天馬上跌停 這個這一段價格 幾乎是空的 所以這邊呢 很明顯有套牢的壓力 而且公司呢 在5月6號還表示說 DDR5啊 每個月都是5%到10%以上的 這個緩步上升啊 然後這個 現行的這個 供不應求等等 結果馬上過一個月 就 這個翻臉就賣股了 這個也是非常的奇特 所以呢 後續注意一下 在整個這個股價 下來到月線這邊 能不能夠做一個指紋 那我認為這個多頭格局 還是持續啦 那下半年呢 整個記憶體景氣的人 看好的 所以呢 這個 暫時的這樣下跌 那我覺得 如果是高檔 才進場的朋友 可能反彈起來 稍微先減碼一下下 做一個區間的操作 好 其實你有講到一個重點 記憶體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 老闆可能對於記憶體的報價 那些比較有想法 對 所以如果他告訴你未來 剛好自己去賣股 有時候必須當作是一個參考 對不對 對 因為像這個做記憶體模組的 他基本上就是要很了解記憶體的景氣 對 好 等於是說 對於整個產業是走在最前面的 好 所以這個董事長賣股 真的是得列入一個 對不對 醜一啦 對 好 那我們觀察一下 這個其他的 沒有被賣股的 好 沒有賣股的 對 好 這個已經低到谷底 這個不會賣股 我們首先這樣掃一下好了 就記憶體真的是 營收都有好轉 有沒有這四五個月 都是呈現這樣子一個月增年增的狀況 所以表示確實營收的起來 那有些是要拼今年虧轉營的 像是這金豪科 去年去年虧錢 那第一季還在虧錢 是 華邦店 基本上金豪科這個都是 但是呢 進入到第二季第三季 我覺得真的是有機會呢 這個鹹魚翻身了 那包括南亞科跟華邦店的部分呢 也是受到整個標準型的記憶體 價格往上漲 那在這種低價晶片類股呢 大戶比例通常是比較集中的 然後在創建跟威剛的部分 記憶體模組呢 創建的持續的是維持一個強勢 而且它的配息到現在還是很高 那在威剛的部分呢 那股性會比較稍微來回震盪一些些 威剛的話呢 在急掌的時候可以去做一個調節 那回檔的時候呢 再去做一個低接 慢慢承接的動作 那金豪科跟群年的部分呢 在屬於IC設計的部分 同樣也是受惠 整個下半年記憶體報價往上漲 裡面到底你要清點誰很重要 5月24號是不是 對 大概 講到金豪科 對不到一個月前 上一次講記 也是金豪科 這點名金豪科 賺虧為盈 5月24在大概這裡 那時候這裡大概90塊左右 震盪了一下 現在上來了 也上來了 所以在大概月線左右呢 形成一個轉折 最近七週呢 大戶很明顯的在做一個轉買 你自己買的吧 因為常上節目 常各大節目都有 這個通知各大戶 所以那個大戶連七週再做一個買 那量能成績也做一個提升了 本來是大概差不多五六千張 現在其實都有在萬張以上 我覺得這個不錯的一個量能結構 那包括其實未來就是DDR3DDR4的 這個供給出現減少 那其實今年來說呢 包括NFH跟DDR4D部分 價格都開始走洋 那一開始會動到的是 記憶體模組的部分 接下來就比較會反映在 粒基型記憶體的部分 所以金豪科部分可以留意一下 好 股價漲幅還不算多 這個就有點多了 這有點創新高了 哎呦 5月24號 所以說你很愛記憶體吧 但點名的真的有漲 對都有漲 上5月24號在這裡 又是在這裡 那也是漲一波上來的 他都不會漲停 可是漲不停 那即使漲到這個位階呢 現金殖利率還有3.8%左右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發現最近期投信呢 如果殖利率回到4%左右 投信又開始會對他關注 會去做一個這樣買進動作 所以即使這個位階殖利率 我覺得還是算高 那今年來說的話會配發5塊錢 然後去年因為在整個本業以及業外的這個匯兌的這個部分 匯兌收益 第一季其實獲利年增非常的大 那包括大戶持股也在持續增加 增加很多 這不知道增加幾週了 增加非常多 那投信也是積極做一個進場 但是呢 這個地方其實外資是有跟他對敲的 那就是ETF的問題了 這應該就是ETF的買盤 但是我們看到股價還是往上墊高 就如剛剛才這個幸福哥講的 他這個股價往上墊高 那當這個賣盤跟買盤都衝銷掉之後 還在往上漲 那我覺得這可以留意一下 股價表態 大家天王知道你喜歡記憶體 他都不講記憶體了 對 那剛剛前面 更前面有講了這個群聯 群聯是 這個法說會過後呢 股價也逐漸的做一個指紋 好 你既然要來挑戰南亞科 前面的紀錄都好好的 現在要來挑戰南亞科了 講不動的一檔公司 對 剛才那兩檔 就是如果喜歡股性比較活潑的朋友 或者喜歡呢 這個價差比較大的 那可以往這種IC設計 或者是模組廠去選擇 那南亞科 滑邦田這種就是 萬年不動股 在這個地方 跌也不會破低 可是呢 就是不動 也是有漲 但真的漲幅很少 對 那這種就是呢 我們要觀察外資跟法人的籌碼 尤其是外資 外資這個地方已經連四買 好 那今天又是一根長紅 好 做一個區間的突破 但是呢 這種大牛股 短線急漲 我覺得不要去追了 是 因為它的股價 不會像中亞型股這樣直線上去 它通常就是這個短線急漲 可能就拉回了 所以呢 趁量說拉回的時候呢 再去做個進場比較好 那包括大摩也說呢 二零二五年低潤會出現這種超級週期 就是整個供給也減少了 然後呢 原本的消費性電子也開始復甦 所以對於記憶體的這個需求會增加 那所以由原本的這個漲幅是八到十個percent左右呢 會上調到十三percent 最高二十percent 所以在這種大的一個記憶體股開始表態之後呢 我覺得外資的這個資金有機會回頭 但是它真的動得比較慢啦 所以大家就是分批慢慢去減就可以了 好 等於是大家如果喜歡活潑的 其實記憶體有太多活潑的選擇了 那喜歡守株待兔的不要急掌追它 是 它在跌下來的時候慢慢等它 應該也會有一定的表現 是 好 這邊非常謝謝 謝謝 股客大夫Eason